我们现在 现在我想要教你 这一件事情就是说 当我今天我想要去算 所得税 然后 每一个例 它的 就是所得税的总额 这都算得出来 然后 可是呢 可是假设我现在呢 要用人口数来去除 得到 得到这个平均 平均 就是 所得税 的这个 总值 总额是多少 来去做比较 可以了解 所以我想分别用资料表的方式 来呈现 让你知道我到底在算什么 所以 简单的说 我 我是不是应该 我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呢 我想要先算第一件事情 就是 假设我这边有一张资料表 我是不是要先算出 个理 个理 然后接下来 理的 就是 所得税总额 然后 然后接下来这边 是不是放人口数 对吧 就是这个里有多少人 然后接下来 再算什么呢 我再算出这个平均 平均 每一个 等于说算到一个人 他叫的所得税 这样可以了解 平均 就是 个人 所得税 可以吗 这个名称可以吗 平均 个人 所得税 可以了解 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要比会比较 比较公平 就是 我回到个人来比 但是可惜我这边人口数 其实应该要 最好是要用 20岁以上 对吧 但事实上 事实上 我们这边会不会加了 例如说很多 65岁以上的人 他们是不用缴税的 他们可能是 被列为是 那个抚养亲属 这样了解吗 所以 其实还有没有 更好的一个 校正数 这理解我在说什么 只是 我现在只是告诉各位说 这样子一个算法 所以我想一步一步告诉你们 我是怎么算的 所以首先 首先我第一个增加 增加一个新的资料表 我用资料表来去呈现 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呢 这个资料表 第一个我放的就是 村里 对吧 全台北市市有非常非常多的 村里 所以 一得里 久如里 好 以此类推 这样没有问题 好 可是这个字 这个字 就是 因为我现在想要把它做出一张像以色尔的资料表 所以呢 这个字 我希望大一点 只要你这边设好大小 后面会跟着比照 所以我想直接再把格式设定 格式 请把例如说字要变大一点 所以 这个是标题 这个是 值 所以请把 像例如说资料标题行 把字大小变大一点 好 14 那 值呢 值 我们也设大一点 设到12 这样是不是看得会比较清楚 可以吗 可以吗 就是 村里 然后 一得里 然后 九如里 八仙里 好 请你们先动手 做到这个地方 所以下午我要整个调整 我们就是以画图 用画图来去解决这件事 好 画面 继续借我用一下 我们接下来 你应该会很直观的思考一件事情 说 这个 一得里 一得里 我的 综合所得税总额 是不是这边打勾就好了 这个就是一得里的综合所得税总额 这个是九如里的综合所得税总额 可以吗 就只要打勾就产生出来了 但事实上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因为刚好现在 一个里就只有一个值 一个里就只有一个值 对吧 请问一下 我这个所得税里面 村里 这个村里 这边有看到 松山区中伦里的综合所得税总额 请问会不会重复出现 下面会不会有 那个 松山区中伦里 综合所得税 会 那是因为我们有101年的资料 102年资料 103年资料 这样理解吗 好 如果说今天会重复出现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我排序 你应该会知道说 排序 排序 例如说随便递减好了 蓝星里 有四邻区蓝星里 这边是不是重复出现四次 因为一年会出现一次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特别提醒你 不可以用这种打勾的方式 我们要算出来 一星里 它的那个总额是多少 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意思吗 用总额 当然你会说 那我应该是要取出义德里 要除以四 它的平均值 有听懂我的意思 为什么要除以四 因为我没有四年 所以呢 建议各位应该自己去算出来 义德里这四年平均的那个 所得税总额 好 所以滑鼠右键 在TEST这边 滑鼠右键 请问是用新增量子 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量子 还是新增资料行 我现在要算的是 义德里 义德里 他四年 四年的一个平均 所得税总额 平均值 我现在算 要算一个平均值 这个只有义德里的 可以了解吗 所以是用新增量子 新增量子 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 我并没有要新增加到 那个最右边整行 我现在算的是 独立的一张资料表 所以这个内容呢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怎么算 这个内容是不是 这个理 等于是说 平均 平均什么 平均 呃 众所税 的值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 用 SUM SU 把它先加总起来 加总什么 加总 加总 所得税里面的 综合所得税总额 这是加总 对不对 这是把那个 101年 呃 呃 九如里的 的众所税 加总 加102年 加103年 加104年 所以要不要取 平均值 要 所以这边 继续 外面再打 Average 我们现在还不能这样算 我们只能先算出来 加总 加总 我们算出那个所得税的 加总好了 可以知道吗 九如里 九如里的 加总 Enter 好 然后接下来要勾这个 刚刚的 test 加总 在这边 打勾 我们来去算一下 算一下 九如里 是不是这个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七百二十六万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 回到 回到这张资料表 我们 春里用地 真的方式 九如里 是不是这边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一百八十万 加一百七十万 再加一百七十万 再加一百八十万 可以吗 这加起来 是不是 这个九如里 这四个里的 加总 是不是算出来 就等于 这个 这个 七百二十万 有听懂吗 有没有听懂 我现在所讲的 这件事情 好 我再重讲一次好了 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算 一德里 一德里 一德里在这边 他一百零一年 一百零二年 一百零三年 一百零四年的 所得税 加总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可以吗 所以 我就只好 拿我手机 我看 我打开 我打开 我现在是不是要先算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 一德里的 所得税总额 二三二零八四九 二零七六三九零二零七六八三八二四一九二一零 然后 这个 加总的 总金额 总金额 是不是 在这个地方 可以吗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八百八十九万 记得住 好 那 我 希望说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算出来 一德里的 总金额 是多少 是不是 八百八十九万 可以了解 因为我想 一步一步 算给你看 所以 其实 应该 应该 直接 再把 这个金额 除以四 除以四 知道 是什么意思吗 平均 所以 在这个地方 你去看 刚刚 那个 一德里 这个 这个金额 除以四 加 这一格 除以四 Enter 是不是算出来 这个金额 是一模一样的 可以了解 我在 做什么事情 因为 我要的是 这个金额 就是 这四年 这四年 我全部 加起来 然后再 除以四 所得到的 那个 那个 等于是说 一个 一个 所得税的 总额 然后再 除以四 这样子的 一个比较 我觉得会比较 公正 可以吗 这叫 平均 平均 所得税 总额 是这样 这一德里 多少 好 九如里 多少 所以怎么做 这件事情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要清楚的知道 你不是在 新增 资料行 新增 资料行 就是在 这个地方 的最右边 是不是会增加 一行 可是 可是我在 这个地方 你知道我算的 其实 把一德里 我算出 一个数值 九如里 算出 一个数值 有听懂 我在算什么 我就算 一个值 所以在这个 Test这边 滑鼠 右键 新增 量值 可以吗 这边 真的很多同学 会搞错 一用错了 工具 你到时候很可能 就得不到 正确的结果 好 所以 新增 量值 然后这个内容 是什么呢 我们先讲 那个加总 你要把这四年的资料 全部加总起来 所以 这是 Text 加总 然后 接下来 加总 加总的 Excel 各位一定都知道 所以是不是 SUM 然后找到 SUM CAP 接下来 要找什么 接下来 是不是要去找 所得税里面的 那个 综合所得税 总额 又刮糊 你在这边 你一定会 心中 会问一个问题 说 为什么是 这一个 一定是这一个 可是 他会自动 帮你划 分后 你前面 是不是 一德里 他就只会把 一德里的 全部加起来 就是在做 这件事 可以理解吗 所以这边 可能真的要 请你们来去 思考一下 因为 不讲到 这一段 你到时候 你 你没办法 用函式 真的 你所有的 数字运算的 函式 你会不了解 你看哦 这样算出来 算出来 这是加 对不起 点它 然后 加总 这个是 一德里 四年 所得税的 加总 但是我们 不是要用加总 我们应该是要用什么 平均值 所以因为我们是 四年资料 所以记得 在这个地方 要把它除以四 也就是要用这个 平均 TAX 可以吗 所以我现在要 还你去做 这件事 就是说 他的 他刚刚在这边 我只差 除以四 好 所以请你们 现在动手 做这件事情 一定要听懂哦 因为 因为画图是一回事 但是这些韩式的 定算在 大数据分析里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S1就是以色列 你本来就应该会的